因为一只罗威娜咬了人 很多流浪狗活不到2024年了 这关流浪狗什么事 有些地方连流浪猫也要被抓起来处理 这又关猫什么事 这归根结底都怪那个主人啊 为什么不牵好绳子呢 怎么能让狗单独跑出来呢 总不能一只狗咬了人 就把地球上所有的狗都一棒子打死吧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流浪狗 你以为流浪狗都是田园犬 那这只呢 怎么阿拉斯加也成流浪狗了 这就要怪不负责任的主人 养狗不是玩玩那是一条生命 养了就要负责任 为它这短短的十几年负责到底 不抛弃不一切 最基本的就是出门的牵绳子 人有坏人和好人 狗也有好狗和坏狗 但我还是觉得坏的人比坏的狗要多 那只在草丛睡觉的小狗有什么错 还有这只笑着的小黄 被抓走了还在笑 最近我看到的视频 比我之前看过的恐怖片都要恐怖 地球不只属于人类 这个世界也不能没有小猫小狗 它们不是人类的朋友吗 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 会好的对吗